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大卫国的皇后 我的便宜老公就是那个狗皇帝 她不喜欢我也就算了 竟然喜欢一个白月光 而这个白月光简直就是 白莲花中的绿茶呀 绿茶里的贝罗川战斗力满脊 不好了 端王妃落水了 好好年年落水了 快来人啊 渊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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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要想活灭的话 把嘴闭上 皇后娘娘 妾身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你将要将妾身退入水中 到底怎么回事 皇后娘娘 请您为臣妾做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Ara延FC贵 不能太aceut笑话 皇上 你千禽 再厉害 承认你 他快点了 你觉得呢 开玩笑啊 皇上 你是要致我的罪是吗 我与弟妹同时落入水中 你先救谁 你先救的是弟妹 而不顾我的死活 你这个死渣男 你把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戳瞎吧 要是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到宫外 皇上召得了这个气 我臣妾可受不了 要杀要寡 吸听遵辩 臣妾昆天宫等着您的信 我还被分离食欲 春春 坐下来 吃 是 吃吧 可惜了 这没有辣椒和香菜 如果有的话 这火锅的味道更绝 要不然 你派人去过外找找 如果有的话 我重重用伤 好的 娘娘 这口感香滑鲜嫩 里面还有点香菇的鲜味 实在太好吃了 怎么了 不好吃吗 奴婢替娘娘委屈 如果有狗 咬你一口 难不成 你还要回咬回去啊 可是娘娘 你如此瞎皇上的面子 要是他以后冷落你怎么办呀 他如果要面子的话 必定会把我的面子做足的 你放心 皇家颜面 他还是要的 你让我担心 цен一口 ns 你来啦 就爱吃点吧 雕真真 你真当正不敢是你的罪 是吗 哟 为真爱来找茬了 您是皇上赐我的罪分分钟的事 说吧 赐我独酒还是白铃三尺 现在就赶紧的别耽误我吃饭 你 林王 你要赶先的桌子 信不信不把这锅汤破你脸上 你敢 要上了朕的龙体 朕逐你九族 那不正合皇上您的心意了吗 您倒是可以用您的脸蛋 换我九族人的姓名 要不要试试 丢战战 你果然胆子不小 凑合吧 皇上 您要没事的话就请回吧 臣妾还要用膳呢 拿筷子来 我是刁珍珍 现在呀是大魏国的皇后 但我遇到了一个不太省心的皇上 我有一点想搞死他 自己当太后 可是目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没有孩子 但后宫呢 也没有个皇子 所以 目前想当太后 没戏 来替阵更衣 小翠 你上 这让你来 听不懂吗 遵命 臣妾啊 粗手粗脚的 请您不要嫌弃 不好意思 手划 姚珍珍 不好意思 这是故意的 手划 你再勾引真 你逗呢 我刚刚说了手划而已 听见了吗 剩下的自己剪 拜拜 诶 等等 你这是在玩御前顾纵是吧 朕不吃你这套 你有病吧 一个在危急时刻会救别人媳妇的人 拿什么缺爱啊 脚吗 朕与妍妍情投意合 要不是你 妍妍便是皇后 巧了 弟妹也跟我这么说 所以 你把她推下了水 是不是 男公姐 有本事你就掐死我 看你怎么跟我爹交代 你与你父亲 不不及毙 你以为 这男你们没办法吗 你笑什么 我笑你堂堂一代皇帝 原来也是个无情无义 不中不义 不人的小人 吊珍珍 干什么 父王扶你上位帮你稳坐朝廷 而你呢却一心想要除掉他 这不是不清无义吗 取不到自己的心上人 就拿我来撒气 这就叫故人 明明有自己的媳妇 却惦记别人的媳妇 这就叫无义 这个王八蛋 死死渣男 我 你这是在找死 你以为这不敢忙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 皇上大婚三日之后 皇后暴毙 皇上冲冠营的位红颜 李师书长会为你大写特写 让你载动史册 等我死了你再诛我九族 然后再把段王干掉 把他媳妇娶回宫里 就是千古一地呀 娘娘你昨夜辛苦啦 没有想到皇上如此勇猛 来快把这汤喝了 滋不滋不 翠儿啊姐姐腰痛痛给按按 娘娘还是把汤先给喝了吧 好吧 这什么汤啊 这么难喝 这汤是难喝了一些 但是有助于受孕啊 受什么孕啊 娘娘 你昨夜不是已经跟皇上 成了好事了吗 你神经病吧 我怎么可能让他碰我呢 我这么矜持一语呢 娘娘 那床不是塌了吗 那是他自己发神经病 自己这么给捶他的 娘娘 你再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怀上小皇子啊 哎呀 错了 有什么办法 能和他不远方 然后还能生个十个八个的 这样的话 都是皇子 我也能有很多的钱呀 跟男人斗心啊 不搞事的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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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叫白玉豆腐汤 十分文补的 你也多喝掉 来 谢谢娘娘 对了 您还会与皇上圆房 太后指不定又要怪罪于你了 我是刁珍珍 目前是大魏国皇后 后面就不好说了 我把皇上得罪的 死死的 为他现在正在想方设法弄死我 还好我靠神英 他想弄死我也没那么容易 说一说话呀 我也特别想弄死他 但是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呀 我决定策划逃跑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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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us 紫月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紫月 你已呼 母未见 好德 如好色者已 皇后觐见 拜见母后 听闻 昨晚你寝宫的床都塌了 是 可能床并不结实 皇后 你既已与皇上缘房 为何不见你落红 难道你并非完毕之身 冤王 谁说臣妾与皇上缘房了 皇上根本就没有碰臣妾 胡说八道 你寝宫的床都塌了 你还敢说他没有碰你 那床是皇上自己搞他的 母后 皇上怕是不举啊 皇上 喝口汤歇歇吧 什么玩意儿啊 回皇上 加了一些氧气补肾的药 不是你不要命了 是太后娘娘吩咐的 这好端端的 太后吩咐这事干什么 这 这 说 皇后娘娘和太后娘娘说 你 你不去 皇后给我 叫我过来 娘娘 天冷了 别着凉了 走吧 这是什么地儿啊 这是冷宫 晦气得很 咱们还是快走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冷宫 那我得去看看 我把那狗皇帝得罪得死死的 这万一他干掉了我那个便宜爹 就会拿我开刀 要真逃不出去的话 会去就得被打入冷宫了 我得去探探 走 我们去看看 你快点 天哪 这些都是谁种的 娘娘 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呀 可都是难得的好东西 你这疯婆婆 竟敢打我 皇后呢 皇上 皇后娘娘没在进宫 去找 找不到你也不要回来了 是 是 皇上 德妃娘娘来了 不见 皇上 德妃娘娘是奉了太后的遗旨前来 宣 宣 皇上 你已经有些日子没来过 臣妾的寝宫了 朕最近博士返马 带战空了 再回去 臣妾 皇上竟如此嫌弃臣妾 爱妃多心了 臣妾封太后的旨意 亲手为皇上熬了汤 皇上 可不要辜负臣妾的一片心意呀 咋も 心��嗠 皇上 便让臣妾在这里陪你的 好 恶 恶 生 来 Sak 这 Connect 是最简单的烧烤万物皆可烤 你尝尝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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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辣椒和香菜的种子 拿去种吧 您上前一步 生活要阳光一点 走吧 娘娘 给你帮我 但是她一程 只要行 只要她一程 presenters 许笈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